新竹海巡隊12號凌晨5點鐘 接獲報案在新竹海山外海三陵處 疑似有漁船違規脫網作業 隨即要派海巡艇前往巡查 發現有兩艘漁船在新竹港南外海2.7陵處 正在進行脫網作業 立即網播要求漁船停止作業 8月12日上午50許接獲報案 於新竹海山外海有漁船違規 在居安山海裡內脫網補漁 本隊新竹海巡隊及吊派海巡艇前往查處 共查獲兩艘漁船在居安2.7海裡進海處脫網 海巡艇及廣播要求停止作業 後續並將違規蒐證影片 依漁業法第44條寒宋漁業主管機關採取 漁船以脫網方式作業不僅危害海洋生態 以及漁業資源 更為嚴重加速漁業資源的枯竭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距離三泥內完全禁止拖網作業 兩艘漁船在2.7里進行下網補撈作業已經違法 將會依法取締寒送 凱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